港大要求支聯會下午5點前移走國殤支柱 支聯會認為校方和國殤支柱擁有人 高智活的代表律師直接接合處理比較合適 支聯會回應港大說國殤支柱屬於原創作者 丹麥雕塑家高智活是他借出國殤支柱給支聯會 在香港永久展覽 高智活近日亦發聲明說他仍是擁有人 支聯會清盤人蔡耀昌認為 港大作為具言論和學術自由的空間 由社會責任和使命保留國殤支柱 期望校方依據過往二十多年的標準 繼續容許國殤支柱在港大校園樹立